画面上是基隆的C3停车场 基本上空间相当大 但是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比较陌生 到底要怎么让外地游客能够知道 基隆有一个这么好的停车场 交通处说除了市长网络直播之外 他们也在市区的停车场进行线下宣传 直接为游客指引 C3停车场部分其实就外地客 就是台北来的观光民众其实是陌生的 所以说基隆市政府这边也做了许多的宣传 包含市长也特别在联署上有做一个 类似停车场行程导览的部分 导往C3停车场 那在停车场的这个管制规划上面 我们也有做一些配套措施 那例如说在周六的部分 我们也有要求停车场业者在这个停车场 应该说第一选择的时候 是以东湾新的停车场为主 所以说目前我们也有要求停车业者 在满场尖锋的时段 要求他们派员要出来宣导 包含发放这个所谓的导引的小纸条 怎么样前往这个C3停车场的部分 让民众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配套措施上市府也做了一个 这个跟港公司协调做了一个 这个废率的条降的部分 这个后续的话 例如说端午联假的部分 市府也在思考说 能够搭配机箔车的部分 能够因应这些来访基隆的游客 那希望说能够在市区交通上 能够进一步的改善 那在停车的部分能够有效的分配 另外在增加市区的停车空间方面 市府也感谢日前立法委员蔡适应 有跟军方协调威海营区 在端午联假以及暑假的六日 试办临时停车 预估可以规划300个停车位 那市长这个其实在就任以来到现在 其实也持续要求 江户处这边持续来盘点这个停车的部分 那江户处这边也持续来积极来努力 的来增设 那包含最近东岸的部分 未来营区的部分 也持续来跟港公司 跟舰队营区的这边部分 来做持续的协调 市区我们会先要求停车厂 要先满 那那边真的OK 真的满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倒引过去 这样也比较符合所谓 使用者付费 跟避免造成一些纠纷 解决假日的市区塞车与停车位问题 目前成为市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日前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自己开车来直播宣传C3停车场 希望在地方与中央的共同合作下 找到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让基隆交通更友善 游客来基隆观光不烦恼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